美国的目标是把距离亚的防御能力削弱到足够程度 最终实现通过谈判赶走巴塞尔阿萨德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邓普希将军对参议员们表示 他将指挥的有比例有限度的打击行动将是第一步 推设也就是说要改变政权有关其使用化学武器的盘算 并将其从事这种行动的能力削弱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已将战斧导弹准备就绪 打击叙利亚政府目标 四艘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驱逐舰上的每一艘都装有约40枚这样的导弹 美国已经将该地区的舰船数量增加了一倍 美国圣安东尼奥两栖运输舰也将调往该地区 另外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也在红海附近 随时准备奉命参加行动 奥巴马政府目前排除采取更大范围行动的可能性 不过观察人士说一旦美国发射第一枚导弹 华盛顿就将成为叙利亚内战的一个参与方 置身冲突之外的保证将很难恪守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分析人员本杰明·弗里德曼说 目前我们否认希望推翻政权 而事实是你是轰炸叙利亚政府目标 而那里还有一心要推翻政府的反政府武装 无论你是否这样表示 但事实上你就是在试图推翻政府 只是在行动上规模很小而已 国务卿克里对参议员表示 假如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落入极端分子手中 或者局势彻底混乱 他将希望总统拥有部署美国地面部队的选项 不过克里很快补充说 这只是一种假设性的说法 军事打击有可能持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 不过国家大楼的策划人员正在做好 应对后果可能扩大的准备 美国军队并不预计相对虚弱的叙利亚军队将会回击 不过美国军队将会密切注视 伊朗支持的珍珠党等极端组织 对以色列及其他美国在本地区盟友 可能采取的袭击行动 美国之音记者雷路斯五角大楼报道